好,那我们刚刚已经做出来这一个就是 简易编辑器可以有开启旧档的功能 OK,好 那 当然我们接下来可能也要做储存档案的功能 那还有另存新档或开新档案 其实开新档案很简单对不对 开新档案的功能就是 把这个视窗清空 就好了 那所以开新档案的功能是蛮简单的 不过为了这个字形实在是感觉太小 我们稍微调整一下 来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字形现在是9点 9点真的太小了 至少12点 那会好看一点 好 那这时候我们再来 OK 开启 OK这样子好一点点 那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做开新档案 开新档案呢 我就在这边点进去 开新档案的功能呢就是 直接把reach text box的test 就设成空档案就好 这样就开新档案对不对 因为我只是清画面嘛 真正储存的动作呢是等你打了 然后呢按 按储存档案或另存新档才会开始作用 所以我现在呢 开启这个旧档 那接下来我又再开一个新档 这个清完就好 那再来我们要做储存档案的功能 所以呢我这里点一下 哦 好 点一下之后呢 我们要做储存档案的功能 那储存档案这里就有一个 我一样要问他要储存在哪里 可是这里有个问题哦 我们先做另存新档好了 因为另存新档跟储存档案其实差不多 而且另存新档比较容易 来我们先做另存新档 好 另存新档呢就是一定要 一定要开启对话框了嘛 那因为他储存的部分 是不同的 所以我这边呢我就有用 这里不再是用OpenFileDialog 我用Save SaveFileDialog 这里一样有一个ShowDialog 我们可以看一下 ShowDialog ShowDialog 所以有OK 那接下来呢 我们选完之后呢 他会有一个 SaveFileDialog的FileName 你已经选完 选完之后我应该是把他用Test ToFile 这个TestToFile是我们自己写的 那所以呢 我让他储存 把什么东西存进去 看一下 TestToFile是路径 第一个参数路径 第二个参数是你要储存的文字 那所以呢 这个就是 FileName就是他的路径 那文字是什么 文字就是ReachTestBox 里面的Test 里面的Test OK 那个ReachTap 就是画面里面的这个 这里显示的那个东西 那个文字 把它存起来 好 那这样子这个就 就另存新档 就大致上可以 所以我们来测试一下 我现在呢 一样 我开启旧档 OK 开启旧档 把这个档开 然后呢 我按另存新档 这时候呢 我 我 输入一个档名 比如说 File IO 1 点cs 那FileIO1.cs 那我按储存 好 这时候到底 它有没有存进去呢 我们再开启一次旧档 把这个FileIO1 再载入 一模一样 所以它有 开启 有存进去 那 如何确定呢 我们进来看一下 这个FileIO1 是不是长得跟 跟我们的一样 OK 有FileIO1 长得跟这个FileIO1 是一样的 好 所以没问题 好 所以我们的 另存新档 也就做完了 另存新档 做完 那 接下来呢 储存档案 其实储存档案 跟另存新档 有点像 当你第一次储存的时候呢 它其实还是要 互交那个对话框 但是第二次储存的时候 它应该就不用 再互交对话框 对 因为它 第二次储存的时候 我就 还有就是 如果你是用 开启旧档的 储存方式的话呢 那也不需要 再对话框 那如果你是用 开心档案 反而要对话框 那这要怎么做 这个 一个可能的做法就是 我现在到底 我存在哪一个路径 知不知道 如果是储存在哪一个路径 已经知道的话 就直接存了 如果储存在哪一个路径 我不知道 也就是还没选过 那我就必须要开对话框 OK 所以这个储存档案 其实要看 你到底 是不是已经知道 存在哪个路径 如果不知道 就要开对话框 所以这时候 我们应该 加一个 这时候我们应该 要加一个东西 就是 我在这边 类别里面 先设定一个 file paste 就是路径 一开始设成Nua 那如果你已经设了 它就不是Nua 不是Nua的时候呢 那你就直接存在 那个档案就好 如果它是Nua呢 那这时候 我们就要出现 对话框 请它选 对啊 OK 所以我们这边的程式 跟刚刚我们所写的 有点不一样 你可以看到 在这里 在这里 它有去设定 就是 if file paste 等于Nua 那就 呼叫对话框 否则的话呢 就直接把它输出 OK 那所以 在这里 它就把 save file dialogue 这个东西 给独立出来 把save file dialogue 因为它会被 被另存心档案 储存档案 都呼叫到 两个都呼叫到 那独立出来 比较好用 所以我把save file dialogue 给独立了 好 那我们把save file dialogue 给独立了 也就是我们这边的 save as 这一个 然后呢 我们把它独立出来 现在还在执行 这一个我们要把它独立出来 所以 upic void 好 这样子 好 OK 可是 我们看一下 这个save file dialogue 它 有个 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 当我储存了 已经储存了之后 我要去记住 那个路径 所以 我在这边 我们刚刚还没做这个动作 就是 file paste 就是 先射一个 Nua的空路径 但是 一旦它储存的时候 一旦它储存了 save file dialogue 一旦它储存了之后 那我就要把那个路径给设好 base 就等于 这一个 save file dialogue 点file name 这样子 让它记住 好 那同样的这边 save file to or street menu item click 这个是 储存 档案 这个是储存新档 另存新档 那这个储存档案的功能 也是类似 那我现在把这个独立出来 我刚刚已经独立出来 但是我这个放错位置了 我应该是把这个放在这里 然后这个就可以砍掉了 这个就可以砍掉了 因为 我只要去呼叫 save file dialogue 就好了 好 那这个储存呢 就不太一样了 因为我要判断说 它是不是已经存过档 所以if file paste 等于等于 如果是 如果是 如果的话 就是还没存过 那我们就呼叫 save file dialogue 去存 那否则的话呢 那就是已经存过了 我就直接用test to file 把它存到 fire paste ok 那这个test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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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reach testbox test ok 就这样 那这样子我们的功能就大致上完整 但是还有一个地方还没完整 就是 我open file open file的时候 如果是开启就档 那这时候我的fire paste也要设起来 否则的话 它下次还会再问你 所以 这样 这样 这样就不符合 那个一般编辑器的用法 所以我fire paste要把它设起来 设成什么呢 设成 这一个open file dialogue的file name 好 这样子 设起来 好 ok 那我们 建置一下看看 好 它说 有问题了 为什么 它说 已经包含了 save file dialogue 这是什么问题呢 应该是命名的问题 我这边也叫save file dialogue 它这个也叫save file dialogue 两个都是save file dialogue 所以呢 改个名字吧 顺序 对换一下好了 dialog save file 好 dialog save file 好 那其余的部分 应该ok的 好 那开心档案呢 还不知道路径 所以是对的 好 监制一下 好 这样子看起来 好像ok 试试看 好 那我现在编辑器呢 我一样去开启 好 开启这个档案 然后呢 我如果现在呢 开新档案 你就不代表放弃就档了 ok 所以如果我开新档案 这样有个问题 这样我开新档案 虽然放弃就档 但是我那个fire pass 却没射 所以这样会有有bug 所以我开新档案的时候呢 我还是要去设那个fire pass 把它设成怒 才对 好 所以当我new file的时候 我应该把 把它设成怒 好 再检查一下 new file的时候 要设成怒 那那个open file的时候呢 open file的时候 open file open file在这里 open file的时候 我会设这个 那但是如果放弃的话 就回到原来的档案 所以它的pass没有变 ok 好 所以这样应该ok 好 所以再试一次 好 我现在呢 开启就档 ok 这时候我如果 开新档案 这时候我 我随便打一下 乱打也不好 hello text edit 然后呢 我把它储存档案 这时候储存 它会提示 我说要储存在哪个档案 那我就叫hello.tst 好 按储存 好 那它说 啊 hello 我还真的已经有个hello了 好 算了 不要盖掉了 也可以盖掉了 那我叫hello.edit 好 hello.edit.tsd ok 这样子我就可以开旧档 把hello.edit拿回来 ok 它本来就是长这样 那我也可以 另存新档 这时候呢 它又会问我 hello.edit.to ok 当然我也可以开启旧档 这个 然后呢 我把它另存 新档 ok 另存新档 to file.io2.cs 好 那这时候我再去开启旧档 file.io2 ok 有来长的一样 那如果我把它编一编 编一编 好 加一个 一排xx 然后再 储存档案 诶 它会存在哪里 它没有问的 对不对 这时候它会存在哪里 它会存在那个 file.io2.cs 里面 我们检查一下 用外面的来检查 file.io2里面 有没有刚刚 竖的那排xx 有 ok 所以确实存起来 好 所以各位应该看到 我们的一个 简单的编辑器 用视窗的 写法 其实 并没有很难 但是你对那个 什么时候该存 什么时候不该存 要想得很清楚 就这里 如果你只做开新档案 跟 只做开启旧档 跟另存新档 其实应该蛮简单 所以建议各位 如果觉得太复杂 你先做这两个功能就好 开启旧档 另存新档 其他先不要做 那第一个 当然 开启旧档 一定要先做出来 否则的话 其他功能会更麻烦 所以开启旧档 建议各位就直接先做 开启旧档就好 至于这四个功能的 组合 等你为了开启旧档 再慢慢来做 好 那各位试试看吧 感谢观看